本月初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与警告 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指出 中国的反制措施有礼有利有节 将促进形成台海新的战略态势 中国促进祖国统一的能力和努力都更强了 孙亚夫表示 佩洛西窜台是有迹可循的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以台制华 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和官方往来的层级 佩洛西窜台就是明显立正 这个事情我认为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 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情 它实际上是在美国 特朗普 两届政府 都把我们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要对我们进行围堵 遏制 打压 这么一种背景下发生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应该是反映了美国战略意图的一部分 孙亚夫指出 蔡英文民进党坚持台独立场 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美国却支持这样一个党和政权 这就是支持台独 民进党有台独立场 有台独目标 蔡英文虽然说维持现状 但是她这个维持现状是一个什么维持现状呢 就她是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在这个技术上来维持目前的现状 实际上就用维持现状来一律于她的统治 一律于争取西方舆论的支持 孙亚夫指出 反制措施并非仅针对佩洛西个人 而且还针对美国干涉势力和台独势力 针对美国一直围堵 打压 削弱中国 这次反制涉及政治 经济 外交 法律及军事等一系列措施 有理 有利 有节 有挑衅就有反挑衅 有干涉就有反干涉 这次是用一种台独势力 外国干涉势力听得懂的语言 能够受到惊醒的语言 来证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截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被台独势力分裂出去 也不容外国力量的干涉 孙亚夫认为 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打破了台湾当局还在幻想的 所谓台海中线和他们所谓的领海领空 各种力量抵近台湾形成合围的状态 说明大陆方面确实有联合风控的能力 海上空中打击的能力 以及区域拒止的能力 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 就是我们在分控台湾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专备水平和技术能力 我是觉得市会促进形成新的战略态势 这会 但它会大大的有利于中国的统一进程 但它不会因为这么一次行动 一下子就会加速发展了 我们的中央还会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从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统筹中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很可能吧还是要一个回合 一个回合较量下去 一波一波的较量下去 最后取得完全的胜利 结态问题 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 谈及台海局势的走向 孙亚夫指出 目前总体上的态势 是中国促进祖国统一的能力和努力都更强了 相形之下 台独势力的抗拒会更厉害 美国对中国统一和发展的阻碍也会更强 孙亚夫指出 近日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整体上要表达的重要信息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现在还是争取和平统一的 还是要继续执行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即便现在我们具备军事封控台湾的能力 仍然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解决台湾问题更充满信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